忏悔罪障也是佛门中的一门重要功课 忏悔罪障是佛法中重要的内容 是每个学佛者必修之课 因为如果不忏悔 无始结以来所及之量如虚空的罪够不能消除 罪不消则主爱修道 台中念佛 给他回向给往生的人 给往生的人 那甚至像他的内容大概就是 这个密陀经为中心 然后念佛 然后这个对王者这个说法 然后替王者忏悔 因为这个忏悔在 我们佛教里面是非常重要 因为忏悔可以灭罪 这是阿瑟斯王的关系 所以才有这个忏悔灭罪 当我们遇到挫折和不如意的境界 这是过去所为 如今苦果现前 自己应该生起忏悔心 想想自己的所言所行 一定有许多的不圆满 应该要反省 检讨 惭愧 忏悔 而且及时的改过 史方新闻贵文 许建议 高雄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回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